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我们一起思想 圣经之谣约安福音第十五章 真葡萄树 这一章让我们看见 在耶稣里我们才能够结果子 有两种生命 不在主里跟在主里的对比 内在生命不在主里 我们不能结果 而且离了主我们就不能做什么 也许不信主 我们还是可以赚钱 还是可以做很多的事 但是我们所做的却没有永恒的果效 唯有在主里 神的话修理干净 使我们可以结果子更多 而如何在主里 关键是彼此相爱遵行主的命令 使我们的祷告得蒙垂听 我们有喜乐满足 并且我们在主里成为主的朋友 我们可以多结果子 果实长存天赋 因此得荣耀 而在外面 我们面对世界会恨天赋恨主 因此就恨我们 逼迫主 因此就逼迫门徒 而因主的教训 这些逼迫者有罪了 但是我们在主里头的人 我们是被主拣选 不属于世界 而主更拆遣真理的圣灵 起来为主做见证 使得我们常在主里 主要在我们的里面 让我们彼此相爱 我们的祷告 得蒙神的应远 天赋得到荣耀 得着满足的喜乐 在主的爱里头成为主的朋友 并在外面的征战中 靠主得胜 我们来祷告 呼救主的灵充满我们 让我们学习彼此相爱 让我们常在主里 能够多结果子 荣耀天赋 听我们的祷告 从耶稣的命 阿们